另外花蓮县年度亲子活动 也就是2024红面鸭饭暑假 13号将在旅坛盛大登场 为了吸引人潮 这一次除了是结合周边的摊商业者 推出多项的优惠活动 更安排了一连串精彩的节目 县长许正威也欢迎和家大小 一起来到花蓮同乐 共同度过缤纷有趣的暑期时光 现在是星期无闻下 花蓮年度亲子活动 2024红面鸭放暑假 13号将在鲤鱼滩盛大登场 为吸引人潮 这次除了结合周边摊商 推出多项游会活动 更安排一连串精彩节目 希望大家攜手同心 在线花蓮观光荣景 深水行李节结合红面鸭放暑假 而它和定调就是我们完全的亲子 让我们的这个品牌 有系列性的这个布局 那昨天正好这个韩国提川市的 这个金市长也来到这个花蓮两日游 那昨天更到我们的山水行李节的会场 也就是红蜜鸭放暑假的预演会场 真的是耳目一新 而且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惊艳 结合我们孩子最喜欢的 我们的海盗王的这个动漫人物 更结合了我们常常觉得 哇科技离我们好远 结果太空船来了 卖一点小关子大家一定要去 这次活动结合驴玉坛商圈 共进40个店家合作 天天发1万元现金抵用券 民众只要在活动现场 拍下与吉祥物的合照 并颇文打卡 就能参加摩采活动 希望能透过活动振兴观光 带领花蓮走出低潮 吸引更多游客 体验驴玉坛山水的美好 记者许立琴花蓮市报导 感谢美好 感谢美好